新起点 新征程 新远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国际庄的董于涵 曾经做过销售 连续多次获得销售冠军 那么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我希望寻求一份助理类 销售类 以及活动类相关工作 希望能得到各位企业家的认可 谢谢大家 我看你上来之后 你的穿着 你的打扮 还有你的神态和你的肤色 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到没有 我感觉你好像刚刚重新获得自由 有这种感觉 马上就飞了 你看啊 你看你今天你说你穿一双鞋 你也擦一擦呀 近日灰 您这裤子就不能捋一捋 穿条新裤子或者孕衣虾 这个裤子我舍不得运 这是媳妇买的 您这西装就不能扣着 这个太 这也是结婚买的 这没办法 您这衬衫就不能换件白色的 白色不是写上特别太严肃了吗 这也是白色的呀 家庭成员里面怎么只有张单一个人呢 还有孩子 对呀 为什么不写呢 因为孩子小啊 那个字也不好写 名字不好写就不写啊 略过啊 是谁起的呀 我起的 你起一个不好写的名字干什么 后悔了 我想改了 有意思吧 有意思吧 自己起的名字说不好写 略过不写当没这个人 好 行行行 来 说说你 你今年29岁 对吧 2828 差一岁你那么计较干什么 因为再过一年就30了那种感觉 不太好 就要过30大寿了 我希望在未来两年职业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所以说小一点 对对 小一点是对我自我安慰嘛 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你有点很孩子气那种感觉 是不是从小到大你都是父母管着的 对 我那个有两个姐姐 所以说我就相当有四个父母 三个妈妈一个爸爸 对 他们怎么管你呢 多幸福啊 就我来北京这边 也是他们有些怕不放心 你多大了你还不放心呢 我一般很少一个人出去啊 你是哪里 你是在河北 这次是你自己一个人来的北京 对 你今年29岁 你没有出过河北 我一个人没有出过河北 所以他们在出发之前叮嘱你什么了吗 当然是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了 你会发生什么安全问题呢 我就是怕丢东西嘛 也是怕 你有什么东西可丢呢 我手机丢了就找不着家了嘛 手机丢了就找不着家了 对啊 不是还有警察叔叔吗 可以啊 对 我现在查你不查 你怎么订机票 订这个酒店 记住啊 人机在人在 行 他们还担心什么 从小的吃穿学习交友 他们都管吗 多多少少会管 也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主意的 你自己独立决定过什么事情 就是来菲尼莫属 长大29岁 第一件独立自主的事情 是来菲尼莫属 对 其他的找老婆 找工作 学习 选专业 全是他们跟你说了算 天哪 你太不容易了 你太不容易了 菲尼莫属 非常荣幸 这就是现实当中的妈宝 不至于 不至于 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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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贝 那你今天来找的工作是销售活动策划 和总助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之前是做过销售 你销售业绩怎么样啊 销售业绩 我觉得 以我的水平 还可以啊 可以 这突然变成哪里的口音呢 因为我的水平还可以了 你所说的还可以 是有多可以啊 由于那个 我连续有两个月 是我们那个部门的一个 阅读的销售冠军 销售什么 我销售保险 所以你最厉害的到底是销售还是什么 我最厉害的还是 我想做活动这方面的 因为我感觉 我现在的心思越来越缜密 我 你的心思越来越缜密 让我平复一下啊 来 说一下你怎么缜密的 以前嘛 就像您 您之前 一些话吧 对我来说也挺有帮助的 是吧 我说了哪些话 你说一句我答自己一下 你说吧 我要让舌头抢牵你的大脑 说吧 我还有什么话促成了你的缜密 说吧 就说我用这句话 对我来说有一个警醒吧 我一个警醒自己 包括做事啊 做什么的 还有就是什么 什么三冬暖 什么六月寒那些 什么三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与伤人 恶与伤人六月寒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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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说话这方面 我还 不至于 还有吗 我不说了 您 您 受 受累了 行 开玩笑 你就要来多说点 我们就愿意看到自己 三知一 你今天是瞄准 哪一家企业来的 我看看哪一家企业 如此幸运 黑董投资 然后杨荣杨总 杨总 还有那个五八同城 段总 段总 还有呢 还有那个松鼠AI 利总 利总 还有吗 还有就是潮汐的六人游 潮总 潮总 对 其他的是不是都可以不考虑了 就这四家 去做什么 活动类的 或者是助理类的一些工作吧 做过活动吗 我做过一些社区活动 我就问你个大的问题啊 因为活动执行 在我们这些公司里面 肯定在大城市 对吧 北京 上海 你只允许石家庄 你只去石家庄是吗 这是这么写的 别的地方一概不考虑吗 因为我觉得家庭跟那个事业 我的 我的那个 在我的这边是希望并重的 好缜密 好有责任心 家庭为重 不是 现在目前为止 我还是把工作放到地位吧 但是我希望我这个家庭 还是需要去维护去打理的 有责任感 没错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薪资如果销售的话 底薪是4K 然后那个活动的话是5K 然后助理也是5K 就这个 倒是不高 对啊 那有一个问题啊 那个玉涵 你既然说你想在石家庄 做这个工作嘛 你不是也想做助理吗 但你看到我们现场 没有谁的助理会放在石家庄啊 那您 您这边有这样的岛位吗 我的意思是说 您的好 我的好 如果做杨荣的助理 你接受在其他地方工作 我太太远的话 我还是 不远就北京 北京啊 做他的助理 然后经常出出差 那北京 我薪资我也没说呀 薪资多少吧 你要求 那我觉得得7K吧 也就是说杨荣 你可以接受7K在北京工作 对 我 我因为 有儿时的 比较喜欢的类型吧 这种的 你爱你 我爱你 比较喜欢的类型 你千万不要这样 宝宝好害怕 我怎么说呢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兄弟 你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没长大的大宝宝啊 宝宝 你今天真的就是 完全不在地上 你知道吗 一个大男人 你现在的话就想选择一个 安逸的生活 十五千块钱 然后你怎么去养孩子 怎么去养老婆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就是说 你到底你接来 你要怎么走 然后的话 你做销售 你也不踏踏实实地去做 做你的自我印制 也差了很多 你这样的话 你后面怎么办啊 你一家三个人 你都能扫血一个 你说你能不能 认真点 能不能长长大呀 我在她身上 她表现出一种 顽强的 想要争取的欲望 妈宝很多是放弃的 她认为我就是宝宝 在她看来是 我要成为一个男人 但是呢 这个过程 好像似乎很漫长 第一轮选子去活了 还有四盏章 天生我有才 今天的天生我有才 是啥呀 我都不好意思念 今天我想给这个 一位女老板去做一个互动 小姐就有了 我们有请杨荣 你这是表现一类好 有请杨荣姐姐 你有请杨荣干什么 我要跟杨荣去合作 唱一首歌 什么歌 陈奕迅的十年 为什么唱十年 因为我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吗 然后我希望 那个下一个十年 能够与企业 共同地去进步 也希望 在座的 十二位企业 能够越走越辉煌 那为什么挑她呢 你应该挑大家一起 跟你唱十年 她想去杨荣那 对不对 希望杨荣给她个岗 想接下来的十年 跟你在一起 单身的杨荣 你没钱了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杨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 他老想跟杨荣有眼神的交给 杨荣老是躲闪 我非得 荣儿你不行啊 人家深情缓缓地看着你 你都不敢跟人家对视 他老躲闪 你怕什么 他那手伸了半天啊 对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很显然 他是其实对杨荣这个企业 你看啊 他上一轮环境有说到说 如果是因为杨荣七千块钱 他可以来到北京 也就之前对这家企业和杨荣本人 确实是有好感的 我们特别不拒绝这种 来求职的人 对老板本身是带有一些 崇拜的色彩和喜欢的色彩的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那么第二点就是 他讲到为什么要唱这十年 前十年是这样过的 后十年就请杨荣上的 我觉得你有潜在台词没有说 是不是希望说后十年 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这家企业 或者是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他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才唱了这首歌 你是不是有设计之前 对 我是有设计的 我想的一些想法吧 那你就得锁定目标 他是啥职位 你得展示优势 如果你不展示优势 后面肯定就会被拒绝了 赶紧卖一份保险 快点 卖给曹总吧 曹总 曹总 又见到你了 您比以前更强壮了 看见 是吗 强壮 点肥行吗 以前在哪见过我呀 我之前不是 你在上班的时候 我偷偷看了你一眼吗 你怎么看的我 就不能让他看一眼吗 你看 你看我现在是做这个保险的 我们公司现在正好有一款 特别适合您的一个保险 可是我已经买过保险了 没关系 保险不再多 对吧 人生有三大风险 一个是意外 然后一个是疾病 然后一个是养老 对吧 我觉得您可能是 未来也会延年益寿 对不对 但是说那个您意外呢 我们无处不在 我对他的这个应对思路啊 主要通过需求方面的 因为产品是需要有需求 在挂钩的 通过他的这个 比方说意外风险 或者说公司的一个风险 这样方面去加入他需求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慢 如果说我跟你聊的时间很长 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客户 如果我只跟你聊十秒钟的话 你是抓不住我的 但比想象的好一点 好多了 尤其没有想象 没有一开始显得那么不靠谱 对对对 他是真能卖保险 而且他要求的工资是四千 对 我认为他做销售其实是可以的 加以培训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率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 谈情不上感情 来 职位 其实我在石家庄是没有岗位的 所以职位是在北京 给的是这个销售助理的岗位 但不是我的销售助理 是我们有一个 投的一个公司 叫哈奇智能 是做这个智能家居的一个公司 因为这个销售的话 是主要面向的是 B端的客户 然后是做这个 社区智能化 那你现在是肯定做不了的 所以会有这种销售经理 来带着你来做 社区你熟啊 薪酬 薪酬的话16K 挺高的 销售底薪6K 对这个薪水真的是 已经是蛮高的了 好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10秒 黑洞投资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黑洞投资 去吧 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对他的那个选择 还是挺佩服的 原本以为他要拒绝 但是他选择接受了 我觉得就说明 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高兴吗 出我一身汗 容易吗 出 没有我 你今天能成吗 你头大也呵护你成长啊 对吧 对的 但是其实我也在想 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 线下的一个平台上 不行 那肯定不行 我真的 你是真的找不到的 所以你既然决定了 我希望你能突破出你自己 好好去做这份工作 好不好 好 谢谢 记住啊 下一个十年啊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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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